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袁亚维之外 其他的嘉宾帮场早就已经爆料了 只是真假还不确定 但是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请来的帮场嘉宾都是节目组肤浅 而且爆料出来的嘉宾大部分都和这节目有一定的渊源 这一次的帮场看起来阵容很大 有沈腾 黄博 月云鹏 吴清风 甚至有玉智浩二都请来了 只是看着节目架势请来的帮场嘉宾大部分都是节目组分配的 甚至他们之间根本不输 前几天 月云鹏还发文夸奖周深厉害 应该是他们一起排练过了 只是周深这一季多次拿冠军 很可能最后拿下歌王 节目组给他分配了一个月云鹏帮场 是不希望他拿歌王吧 对他确实不公平 还有华晨宇也是他的帮场是黄博和沈腾 虽然黄博是唱歌出身 但是毕竟不算很专业 而沈腾是喜剧演员 甚至有些无音不全的感觉 只是看这一季华晨宇本来就对冠军没有欲望 每期都唱自己的歌 不在乎什么看法 并且节目组还请带了宋丹丹 劝说他放弃冠军的争夺 他也答应了 而最终有可能是冠军是徐佳营 他目前的趋势简直是所向披靡 多次拿冠军了 而且他的帮场是吴清风 完美无暇的男女音配合 还没唱就知道是天来之夜了 但是按照这节目的一项是大咖 拿冠军的历史 这一季歌王感觉还是米西亚和玉智浩二的 毕竟他们都算是殿堂级的 来参加节目不拿冠军的话 还说不过去 而且他们也有这个实力 歌手2020的冠军预测不是华晨宇就是周深 歌手2020这个节目本来是大年初期就播出的 但是由于受到武汉事件的影响 结果在上个星期才播出 大家知道歌手这个节目已经举办了很多季的 而且这个节目是很多人每年必看的一个综艺节目 很多人都关心最后的冠军到底是谁 所以今天就来说歌手2020冠军预测 不是华晨宇就是周深 这一季的歌手的首发阵容是华晨宇周深 毛不易 肖敬腾 徐家莹 云雅维 还有日本选手米西亚 这几位选手有四位都是回国肉 肖敬腾 华晨宇 徐家莹 云雅维 之前都来过歌手的舞台 但是肖敬腾 徐家莹 云雅维 这三位歌手夺冠的可能不大 虽然说这三位歌手的实力很强 但都是大家喜欢的歌手 可人气也不够 没有达到殿堂级的水准 顶多也就是走个过场 把自己想要唱的歌唱出来就行了 特别是云雅维 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 然而他却不红 唯一一首被观众记住的歌曲 就是说散就散 还是翻唱的歌曲 所以以云雅为在歌手舞台 走不到很远 毛不易一个原创的创新型歌手 一首《萧丑火遍大江南北》 很多观众都很喜欢毛不易的歌曲 在第一季中 毛不易唱了一首 自己喜欢的原创歌曲《借》 感情很到位 但是唱歌的技巧不行 有一些瑕疵 所以就败给了黄霄云 说实话 毛不易来到这个节目 也是一个陪玩 顶多走到前五强 因为毛不易的歌曲 不适合歌手的舞台 这个舞台 还是适合嘶吼高音 这个就是历届歌手的常态 日本选手米西亚 一个堪称日本国宝级的歌手 在他第一季的表现 是有目共睹的 是观众们心目中的第一名 如果米西亚能够继续参赛的话 肯定有夺冠的可能性 但是消息称 米西亚一次会退赛 不参加后面节目的录制 所以还是很遗憾的 华晨宇和周深 这两位歌手 在节目中是最有可能夺冠的 先来说说周深 他第一次参加的节目 是《中国好声音》 用一首背下耳湖盼 征服了所有观众的耳朵 但是依然被淘汰了 之后又参加了《声入人心》 圈粉无数 最让周深出名的一首歌曲 就是《大鱼》 他和郭信音合唱的那个版本 简直是敬为天人 声音太空灵了 这次周深来参加歌手 实力也是很强的 美声高音他都有 还有那么高的人气 是很有实力的争夺冠军的 华晨宇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人气实力歌手 在第一期节目当中 以自己原创歌曲《寒鸭少年》 夺得第一名 大家都知道 华晨宇在上一季歌手 就作为不为歌手参赛了 而且最后实力都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认可 但是没有达到歌王的称号 位列前三名 成为华晨宇的一大遗憾 不过歌手2020周 华晨宇算是一个顶尖的实力歌手 再加上人气高 特别是华晨宇的 高音很漂亮 很完美 是最有希望拿到最后冠军的 甚至有粉丝说 华晨宇就是为了歌王而来的 目前歌手2020冠军 有可能在华晨宇和周深之中诞生 如果没有什么实力强劲的补位选手 基本上就很稳了 你们觉得华晨宇会拿到最后的冠军吗 歌手总决赛赛之大改 华晨宇又被提起 歌王之路困难重重 歌手突围赛结束后 云雅维和杰克俊宇成为最后两名 参加总决赛的女歌手 据悉 本次总决赛会在4月22号和23号 进行两天的彩排 到14号就开始现场直播 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期待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帮场名单和歌单 但是工作人员透露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歌手们做不到的 暗示总决赛内容很精彩 王界歌手中 歌王的评分规则为 半决赛占得票率40% 第一轮帮场环节占30% 第二轮独篡环节占30% 综合这三场的成绩 得票率最高的歌手成为 网友心目中的歌王 但是由于本季歌手的节目 只有12期取消了半决赛的环节 那么相对应的评分也会发生变化 据悉本次总决赛将会采取 棋棋制和突围赛的规则 差不多 还是一对一的进行PK 按照这个赛事 华晨宇在总决赛中 也还是会被棋棋 在突围赛中 他一共被棋棋两次 分别是刘百新和太一 这两人均以失败告终 那么轮到总决赛事 谁还敢棋棋华晨宇呢 这还不算是最大的看点 要知道周深和米西亚 一直保持着零棋棋记录 如果按照这个赛事 那么等到总决赛事 他们同样被棋棋 而且总决赛的歌手 要比常规赛的棋棋选手更强 脱离赛内网友都知道 琪琪的赛事非常残酷 一旦是PK失败的歌手 就直接淘汰离开舞台 这等于让歌手们互思 不小心还会伤感情 华晨宇是被给予厚望 能够拿歌王的人 赛事的更改 会使得他的歌王之路困难重重 因为不知道 他和他一组的人是谁 那么你最希望他和谁PK呢 他和他一组的人都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